中央社伊拉克阿比尔27日综合外电报导,伊拉克库德族独立公投今天宣告赞成阵营压倒性胜利后遭孤立的威胁日增,这场公投不只激怒伊拉克中央政府,也引发国际关注。 法新社报道,公投正式结果显示92%,73%赞成独立建国,投票率72%,61%这场于25日举行的公投不具法律约束力,伊拉克中央政府斥围不合法,在一场报复行动中,土耳其、埃及、约旦及黎巴嫩的航空公司今天表示, 本周将停飞往返伊拉克库德斯坦自治区的航班,直到接获巴格达当局进一步通知,伊拉克库德族领袖巴萨尼,曼斯特巴萨尼表示,公投结果不会让他们马上宣布独立,而是开启谈判的大门,但伊拉克总理阿巴迪,Kader L.Abody,今天告诉国会议员,利用公投结果当作谈判基础,门儿都没有。 阿巴迪说,公投必须宣报无效,而对话必须在宪法架构下发起,我们绝对不会根据公投结果举行谈判。 他说,我们将根据宪法在整个库德斯坦自治区实施伊拉克法律。 国会议员今天通过决议,呼吁阿巴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伊拉克统一,包括部署安全部队到争议地区。 这项决议也要求关闭在中央政府控制外,与土耳其和伊朗的边境哨所1060928延伸阅读伊拉克库的足独立公投。 为什么美国欧盟也反对?